今天是我們這趟土耳其之旅最後一天的行程 同時也意味這旅程即將結束了 該回台灣面對現實了 今天一整天我們都會待在伊斯坦堡 要參觀香料市集 塔克星廣場等景點 還有一趟特別的搭乘遊艇的行程 為我們這趟土耳其之旅畫下句點 今天的第一站 我們來到香料市集 香料市集是伊斯坦堡一個古老而迷人的市場 過去城市伊斯坦曼帝國專賣來自埃及的貢品的市場 如今它已成為觀光客壁去的朝鎮地 在香料市集中 你可以找到各種各樣的香料 它們一致排開 凌涼滿目 市集攤販販賣的土耳其特產 包括蜂蜜、水果 前果以及各種各樣的紀念品 你可以品嘗到各種新鮮的香料 調味品和茶葉 體驗土耳其特有的風味和氛圍 除了香料 市集還提供其他的商品 如手工藝品、傳統紡織品 好戲、寒、珠寶等 而我們一家算是消費力相當薄弱 所以在這裡主要就是逛街為主 逛著逛著 我們也從市集內逛到外面的露天市集 外面的露天市集類似我們的傳統市場 一樣有各式各樣的攤商 而且種類更加多樣 想要尋寶的人可以到外面來試試運氣 而就在我們逛街逛的忘我之際 悲劇發生了 好就在剛剛呢 我們逛街逛了亂七八糟 所以在香草市這邊 我們迷路了 所以我們剛剛走得很遠 之後呢 只要打電話 找那個領隊求救 那 剛剛也請這邊附近的店家 跟我們 幫我們聯繫 現在我們在散彈 領隊過來救我們 可能真的走得太深入了 已經找不到路可以出去 這邊真的很複雜 現在這個點啊 就是我們迷路的求救點 因為我們 繞了一大圈之後 已經完全沒有方向感了 現在正在等待領隊 或是導遊 過來救我們 我好像看到阿妹了 看到了 真的是 我們得救了 Sorry 我們的導遊趕過來救援我們 這邊真的是很錯綜複雜 一個路口沒有轉到 就完全失去方向了 在香料市集逛得太開心 我們完全迷了路 只好趕緊找領隊協助 才找到回去的路 再一點 就可以實現不要回台灣的願望 好不容易歸隊後 我們準備先去餐廳吃午餐壓壓驚 餐廳就在香料市集一旁的加拉塔大橋下方 可以一邊用餐 一邊欣賞美麗的海岸風光 餐廳的裝潢色調滿滿的海洋風格與歐式風味 又是個殺記憶體的好地方 都是在那個清晨市場 好漂亮 來遊嗎 好我們旅程的這個下一個行程呢 我們來搭乘郵輪 佛斯普魯斯海峽遊船 是一次談保一個非常受歡迎的旅遊活動 讓遊客可以欣賞到這片水域的美景 和體驗快越兩大洲的獨特感受 博斯普魯斯海峽位於伊斯坦堡的區域 將伊斯坦堡分隔在歐洲和亞洲兩大洲之間 這片水域在地理上具有極其重要的地位 不僅將城市分属兩大洲 也為了圖曼土耳其帝國提供了通往黑海的重要航道 使他們能夠將勢力拓展至巴爾干半島 甚至維耶納 遊船援助博斯普魯斯海峽兩岸航行 可以欣賞到蘇丹王的下宮 貴族別墅哈浩齋等建築 並享受蘆化般的風景 而這處我們是一團包船 不跟其他不認識的遊客病團 在船上更是能夠自由的活動 沒有拘束 是一趟很舒服的體驗 現在呢 搭著船要來遊 這是什麼海峽嗎 這裡是海峽還是河 那這個船上呢 就只有我們這一團的團員 所以是一個包船的行程 幾號擠我的 四位優勢 我來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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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來搶是不要體驗 我來搶是不要多 可以搶 沒有錢在櫻,還要自己搶 我來搶 船上也有販賣飲料 酒水等商品 也有观光地区会有的拍照服务 服务人员会帮船上的观光客拍照留言 并且快速地制作成精美的相本 不过并不便宜 有兴趣的人可以参考 我们沿着海峡前进 欣赏两旁的美丽风光与快海大桥 除了美景 对我而言感受更深的 是这座城市的历史故事和独特的地理位置 仿佛穿越时空 亲身体验书本上的知识和内容 真是太值得了 旅程的最终站 我们来到了塔克星广场 这里是十一斯坦堡最热闹繁华的广场之一 它位于市中心 是城市的主要交通枢纽和商业中心 如果你是时尚流行的追求者 那么这里会有许多欧洲品牌橱窗让你买到手软 我们选择待在星巴克里休息 悠闲地度过在土耳其最后一个行程 在集合之前 我们也到卖场里的迪卡龙去买了四个冲气枕头 把身上所有的里拉花完 至少在花钱上不留下遗憾 现在的时间已经是下午的五点钟左右了 我们准备往违总去攻队伍集团 今天我们把所有的里拉全部花完 这是非常难得的体验 一些精算的感觉 没有啦 其实还是有多买的一些东西 那就不够的部分 就会用刷它来处理 我们即将要 我们的那个土耳其之旅 即将要结束了 我们接着就是要去集合 吃晚餐接着就会去机场 就要当晚上一点多的飞机飞回台湾 飞回台湾 明天的时间到台湾的时间是 台湾的下午六点钟了 如果是按照我们现在的生理时钟 下午的五点钟 就等于晚上的十点 所以等一下会很累 好 好 拜拜 在土耳其的最后一顿晚餐 大家都有一种依依不舍的感觉 餐点依然是那一层不变的土餐 但我却还想继续吃下去 好我们回到了伊斯坦堡机场 准备要回台湾了 面对现实吧 现在的时间是晚上的八点二十五分了 外面虽然还是天亮的 不过现在已经习惯土耳其这种九点才会真正天黑的状况 以往出国旅行在行程中多多少少都会有想提早回家的想法 但这次的土耳其之旅却让我从头到尾都不想回去 不过终究还是得面对现实 这次的旅程给我们带来了无数难以忘怀的回忆和丰富的体验 虽然我们必须告别这片美丽的土地 但这次的飞天土耳其之旅真的让我们留下了深刻的难忘回忆 最后让我们再回顾一次这趟行程的美好吧 感谢大家的收看 2023年我们的飞天土耳其之旅记录影片就在这里结束了 期待下次还有不一样的旅程跟大家分享 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可以帮我按赞订阅分享哦 谢谢大家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